2018台湾长城高尔夫巡回赛 在4月19日与南保高尔夫球场 点燃全新赛季的第一把战火 南区热血传承赛 而最后由现年57岁的张牧川 击退各家好手暴走胜利奖杯 张牧川老师在比赛第一天 以4Burdy 1Bogi 总低于标准感3杆的69杆领先群雄 而虽然第二天张牧川首杆有退烧的趋势 只打出高于标准感2杆的74杆 但最后仍以两回合走under一杆的143杆 一杆之差赢得职业生涯首场冠军 我现在很愉悦 非常愉悦又兴奋 我们都称他是圆梦之旅 我有这个机会啊 这辈子有办法拿到冠军 我说没有什么遗憾 我会继续努力 下礼拜再新风打我的主场 我会更加努力的 在超级长春主以及业余青少年组的部分 也同样呈现了从第一轮领先后 并一居拿下冠军的情况 分别由资深老将许胜泉 以及纪念才高中二年级的凌晨居 十国胜利 就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参加这场比赛 所以也是也学到很多啊 就是学到我很多我不会去想到的打法 更多关于南区肉鞋传承赛的赛事进化 将于4月28日11点30分 高球二台为您完整呈现